本期话题 千万别得罪厨子 很多人看三国演义啊 为张飞感到遗憾 说你看张飞啊 正经算一个大英雄 当梁桥头一声吼 喝断了桥梁水稻流 可是呢 他死得很不止 栽在小人物手里 就关羽去世了 他很伤心 又给关羽报仇 就让手下两个偏将啊 范江张达 三天内呢 奸造全军的白衣白甲 否则就出于死刑 这两人一看 这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张飞又不跟你讲理 怎么办呢 看来必死无疑 干脆吧 先下手为强了 两人趁夜摸进张飞寝障 用短刀把熟睡中张飞刺死 割下张飞人头 连夜投奔动物呢 所以你看张飞这么大个英雄 死得很不值 很令人唏嘘 有人说你说这不对 老亮同时得讲正史啊 这三国演义里边的 正史里张飞可不是这么死 但我告诉大家 我就拿这事做个比喻 在历史上啊 小人物坑死英雄的事啊 那是不胜为局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 这个历史上的英雄 被小人物给弄死的事 非常多 而且这小人物里边 有一项职业很突出 就弄死英雄的小人物 什么职业居多呢 厨师 就厨子 所以我们说古往近来大英雄 您可千万被得罪厨子 刚才我说翻江张达杀死张飞 那至少还是偏将 他俩跟打仗杀人有关系的职业 这厨子 跟这个打仗杀人也没关系 他怎么坑的英雄呢 咱们先举个例子啊 就南唐晚期 有个大将军叫胡泽 你看他是怎么窝囊的死的 这说的是赵狂印呢 建立北宋之后啊 他不满足 开始啊 并吞周围各国家 因为南唐的后主李渔啊 占据的江南复述无比 就成了赵狂印攻击的首要目标 而李渔呢 咱们都知道 春花秋月啊 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路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 明月中 这李渔写诗写词 那是能排进历史的前五名的 但是当皇的昏庸无能 只知道呢 殷实作父啊 抱不美人 不光如此呢 他还特别善良 特别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领导的南唐啊 跟这个北宋啊 打不起 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 所以他心疼百姓生灵涂炭 干脆啊 还没打呢 他先举手投降了 那么他投降的文书呢 传到南唐各个城市 南唐的将领纷纷响应 主都投降了 咱乘着干嘛呀 可是这文书到达江州之后啊 江州首将胡泽不乐意了 这江州哪呢 就是现在九江了 那时候宋江 宣扬楼头提反师在江州 唐代时候叫巡洋 大伙知道白居易那个 琵琶行在巡洋写的 汉代时候呢 叫柴仓 诸葛亮柴仓吊校就在了 所以江州首将胡泽不乐意了 说这战好没打呢 我就举手投降 怎么可能呢 这胡泽呢 是个有两下的爱国英雄 很硬气 于是呢 他就把主张投降的江州刺史给杀了 自己组织江州军民呢 拼死抵抗 你得说他不光是逞能 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北宋强功之下呢 成了好几个月 把江州城他手的滴水不漏 把北宋大将曹汉的 气得直跳脚 一点招都没有 就在这种情况下出事了 怎么着呢 说这个时候啊 胡泽是前有敌军后无援手 他再牛再硬气 他也是个正常人 也会有压力 所以他身体也有扛不住 有这么一天呢 生病 这一病在床上啊 他突然间呢 来得缠劲 缠什么呢 缠快鱼 这快鱼呢 是南方一种很有名的鱼 做出来很香 他就像厨子啊 你给我红烧快鱼 我想吃 这个人一有病啊 他情绪就不好 他就容易上火 这一上火 咱们知道 这个吃啥也都没滋味 吃啥都嫌淡 其实这厨子 就是按平常方法给他做的 他一吃呢 咸这鱼淡 没滋味 还有点腥 就这鱼这么难吃呢 是吧 你这厨师一看 咱们现在这守城费劲 你就不好好做了 玩无之手了 不想伺候我了 就把厨师叫过来 给骂狗血喷头 而且这胡泽越骂越来气 把几个月以来自个压力 都释放到厨师身上 骂到最后 居然把刀拎起来了 要把厨师杀了 好在他媳妇拦着 说你跟下人闹什么呀 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才没闹出人命 可是这么一折腾 他就把这厨师给得罪了 这厨师一琢磨 我为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没功劳有苦劳我 就这么点破事 你不但骂我 还想杀我 你现在这人 都跟疯了精神病似的 越琢磨越可怕 你说你这万一 要再来一场 我这命可保不住了 不行 我不仅得保命 我还得报复你 所以到了半夜 他偷偷翻出城墙 投奔北宋军队 他见到大将军曹汉之后 不光把胡泽生病这个事 还有城内的虚实 全部抖了出来 而且等宋军攻打城之后 他还领道 带着宋军从唯一 就是在设防上 最薄弱的城西南角攻进去了 结果胡泽的军队因此大乱 当天晚上江州城失手 胡泽全家也被乱军杀死了 那最惨的是胡泽 由于这个厨师怀恨在心呢 他跟曹汉煽风点火 本来打了好几月没打下 曹汉心里就有气 你知道过去屠城是怎么来的吗 就往往长久打不下来 这士兵和将领都憋着气 他需要发现 所以再加上这厨子这么一煽风 这曹汉更来气了 用什么方法呢 把胡泽给绑上 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就死 把他绑到木驴上 骑木驴又接 这木驴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原来惩罚荡妇用的 我就不细说了 你要感兴趣 您在网上搜搜木驴 你就知道怎么事了 就这么硬气一个英雄 最后死在这么侮辱人的一种手段上 就因为一条鱼的事 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厨师 就把他给害死了 你说多令人感到唏嘘他玩吗 和这类似的呢 历史上还有东魏的全城高城 这个高城呢 咱们说算不上什么英雄 但在当时呢 也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父亲高欢呢 就已经把东魏的这个朝廷 牢牢给把控住了 到这高城呢 更厉害 十五岁就进攻辅政 后来他又当了大将军 当时皇帝呢 魏孝敬帝呢 人呢长得帅 写的一首好文章 还有两下的 据说能夹着实实的翻功墙 是个文武双全的好皇帝 可没想到呢 见着这高城就害怕 居然这高城给欺负的 都不像样子了 说这高城作为大将军 他怎么欺负皇上呢 欺负孝敬帝呢 他呢 高城先派这个中书皇门侍郎 崔记书 监视孝敬帝一举一动 监视到什么程度呢 孝敬帝出去打猎 要骑马快点 这崔记书在后边就喊 皇上慢一点 要不然大将军要不高兴了 你看 皇上快点 大将军不高兴 而且呢 这个高家的老家在晋阳 高城特地从晋阳搬到都城夜城 就是为了方便监视孝敬帝 有一次他参加孝敬帝宴会 你说这多过分吧 他像不像样的呢 给皇帝敬酒 可是呢 敬酒词说完了 皇帝也养不着干净起来 他自个儿就动动嘴皮 他连酒杯都没拿起来 我们想 就你像一个人敬酒 你干了 对方干了 你压根喝都不喝 酒杯都不挡 你说这是不是对对方 不尊重 何况是臣子对皇上 孝敬既当场就气哭了 说你这么欺负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结果就这一句话 高成急眼了 你说什么样 你好意思这么说 他把皇上一头臭骂 骂了还不解气 他命令崔季书去过家 揍他 上去这崔季书就打了孝敬帝三拳 然后高成带着崔季书走了 第二天呢 这高成醒酒了 气也消了 想一想 哎呀 我是不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你拉到左门 有点欺人太甚了 就让这个崔季书进宫啊 向孝敬帝道歉 孝敬帝没办法 装着很大肚样子 赏给崔季书一百批捐 你说这皇上给 让他给欺负到什么程度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这孝敬帝被欺负的受不了了 说不行啊 我跟你拼个你死我 我欲死网破吧 也别这么受气好 怎么拼欲死网破呢 他跟几个心腹大神商量 怎么刺杀高成 用什么方法呢 派人在皇宫里挖地道 准备一直挖到高成家里头 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 半夜冲上去把高成杀了 但是那个时候 这挖地道的技术手段不行的 动静太大 才挖到一半 老高建人就听着动静 怎么回事这是啊 怎么有动静呢 一看是挖地道 高成就进宫质问孝敬 说你是不是要挖地道杀我呀 我这么忠心为朝廷 你怎么这么卑鄙呢 陛下 你挖地道杀我 你这是要造反呢 我们爷俩对这个东魏 立下汉马功劳 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呢 你要造反 你听听他说这话 是人话吗 历史上只有臣子对皇帝造反 哪有说皇帝杀臣子 说皇上造反呢 你这事得多荒唐 高成就是这么一个 支手遮天的大人物 那这么大个人物 怎么死的呢 让厨子给杀了 这个厨子呢 名字叫兰京 是南梁的一位大将 蓝钦的儿子 打仗被俘虏到北方之后 当了奴隶 这蓝钦的多次写信请求啊 把我儿子用钱赎回来 蓝钦也多次向高成请求啊 能放我回家 结果咱说这高成也看出来了 精神不太好 脾气也不太好 也不是什么发善心的主 反而觉得 你们爷俩还有脸跟我说这个 就让人把这蓝钦给打了一顿 你会给我闭嘴 结果这时候蓝钦对他恨透了 就联络了另外五个厨师 这高成不耗酒吗 有一次喝酒喝得迷迷糊糊的 就传唤高成上菜的时候 传唤蓝钦给我上菜 结果蓝钦和其他五个厨师 六个人齐心合力 把高成给杀了 这哪是蓝钦 这比蓝钦灵都厉害了 所以这高成活着的时候挺荒唐 这死死的也挺荒唐 而且我刚才说 千万别得罪厨子 不光活着的时候容易不报 死之后你也消灭不了 而历史上有个词叫帝巴 啥意思呢 巴指的就是肉干 帝巴呢 就是皇帝的肉干 就可以理解成皇帝穆乃伊 那么这个词的主人公呢 是辽太宗耶律德光 把他做成帝巴 做成肉干的穆乃伊的 是他的厨师 说耶律德光呢 是很有作为的人 他在位的时候呢 辽太宗占据燕云十六州 灭了后进 成了真正的中原皇帝 有一次呢 他出门远征 生病了 就写信呢 给自己的母亲 树律太后 树律太后 回复一封信 其实也是回复 给这个皇上的随从 说呢 出门远征 回了时间长 他得了重病 我作为当母亲呢 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结果这封信到的时候呢 耶律德光已经病死了 他在鸾城呢 死的 厌家了 而从这里回上京呢 估计得两三个月时间 要满足死要见识的要求啊 有难度 那得烂咯 这时候 耶律德光的厨子跳出来了 我有办法 你们交给我吧 你们甭管了 这个厨师在历史上 没留下名字 就留下个姓 说姓张 他是专门给 耶律德光做饭的厨师 这个耶律德光呢 脾气也不好 当皇上呢 东讨西沙 压力也大 只要有一点饭菜不合口 就对这姓张厨师 又打又骂 总威胁要砍他脑袋 所以这回啊 你活着我怕 你可吓死了 你看我怎么折腾你 这张厨子可得机会报仇的 这厨子就把 耶律德光内脏全掏出来 掏出来喂狗 然后呢 撒了这耶律德光 一肚囊子这眼粒 没啥消毒吗 保鲜吗 他用自己平常啊 腌辣肉腌咸肉的方式 把耶律德光给腌上了 就给做成肉干了 运回之后 树立太后 一看自个儿子的尸体 这么难看 可没办法 你说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也没说 见到尸体 尸体什么样 所以这树立太后 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你看 这厨师啊 应该是坑死英雄的 小人物里 最常见一个职业 毕竟并从口入 厨师掌握你入口东西 随便放把八度 都可能害你 所以这大英雄啊 可千万别得罪厨子 那么咱们再说一件事 就除了厨子以外呢 还有一个坑英雄的小人物 常见的职业 什么呢 就车夫 你想过去两军打仗啊 大将军都坐在车上 这车夫想要反水坑你 那可真要命 历史上就有这么个倒霉鬼 叫化元 这是春秋时期 公元前607年 这个宋国和郑国 两军交战 这个宋军的主帅呢 叫化元 他宰了几头羊 要犒赏能争善战的这些勇士 激励大家士气 说军队里头 这不少人分到羊肉了 只有化元的车夫 叫杨真 这人没分成车夫 没分成羊肉 自个儿憋不屈屈 躲在军营一角里呢 肯干了 有人看了就问化元 说你怎么不给你车夫杨真呢 一块肉呢 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化元还挺不屑 撇了撇嘴说 嘿 打仗他一个赶车的 又不靠他 结果没多久 宋政两军交战 敖战正寒 忽然间这杨真 驾着化元的战车 就冲向正军阵营 就把这化元 孤军陷入地震 这化元吓坏了 你干什么呢 你不要命了 这时候杨真回头 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 是吧 愁袭之阳 子为正 今日之事我为正 意思是以前呢 分羊肉那个事 那是你说了算 今天赶车驾车这事 我说了算 愁袭之阳 子为正 今日之事我为正 这句话 就是今天成语 各自为正的处处 就到我一亩三分地 赶车我说了算 你呀拉倒吧 那结果可向而知 战车孤军冲入敌营 正军一护而上 把化元捆了个阶子 看到主帅被俘呢 宋军人心换算 顷刻之间 土蒙挖掘 一败土地 那这个车夫呢 因为是个小人物 历史也没有记载 他姓什么叫什么 但这个事啊 就也没有记载 这个杨真呢 后来到底是被 这个正军呢 赏了 还是被正军给砍了 没留意记载 所以作为车夫这个职业呢 也确实是能坑大人物 因为你大人物 他挨着你身边 在你身边 你可能不注意期间 他干件什么事 就会对你产生致命的影响 所以说呢 成大事呢 你可以不拘小节 但是千万不能不在意小人物 就像有个故事 我小时候看预言故事 说一个狮子 无意之中救了一个老鼠 老鼠要回报他 狮子觉得挺可笑 说百兽之王 你能给我什么回报呢 后来这狮子中了猎人埋伏 被网住了 这时候老鼠赶来 帮他把网给咬破了 他才获救 你看呢 咱们不能小瞧任何人 说不定哪个小人物 就成了